四代谷歌全家桶 特别的湿滑 你以为我这个 是几千块钱的高端手机吗 NoNo 这是我刷了欧版小米系统的红米K40 那要怎么刷欧版系统呢 下面就给大家演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立民 一个专注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给大家分享 小米手机 如何刷成官方版的欧版系统 四代谷歌全家桶更安全 不上传用户资料到反炸中心 刷机前先提醒各位 主力机千万不要刷机 因为有可能会变砖 大家千万慎重 这个是刷机后的界面 前面也介绍了 这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本视频包括一下这些内容 小米各类型LUM的介绍 欧版系统的优缺点 刷机用到的工具 手机解锁 刷机过程 平时大家用的都是小米国行的系统 都是知道的 广告挺多的 还有私自上传个人信息 不带国歌全家桶的 非大陆版其实有这三种系统 小米国际版 官方版的欧版系统 民间改版的欧版系统 小米国际版广告及早 配备有完整的谷歌应用 但它的数据仍然会上传到国内服务器 所以想选这个版本的还是慎重吧 然后这个欧版的系统呢 它完全消除了广告 同样自带谷歌全家桶 根据欧盟的法律 它是不能上传数据到国内的 所以这个版本很安全 但是这个版本中还有缺点 就是NFC不能用 通话录音不能用 台湾版本的 是有通话录音功能的 民间欧盟版本呢 这是第三方基于国内版本改的定制版 但是它还是会把个人的数据 上传到小米服务器 反诈中心的 所以中和考虑 就不考虑这些版本了 咱们只刷官方的版本 它没有内置反诈 不会上传个人信息 有欧盟法律背书 我感觉是最靠谱的 万一别的ROM后台有漏洞 把咱们信息都给泄漏了 就很麻烦 所以咱们就刷官方EA版 官方版的系统的特点呢 优点自带谷歌全家桶 App可以双开 如果你刷台湾版本的 可以通话录音 没有广告 不上传资料到反诈中心 我感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缺点呢也有 就是NFC功能不能用 部分银行的App不能用 如果上面都能接受的话 那咱们就可以开始刷机了 刷机的话会用到这些工具 首先你的手机要解锁 点击这里去下载解锁工具 咱们下面会演示解锁的步骤 如果你已经解锁了 那请忽略这部 小米官方的刷机工具 点击这里下载 这里是下载小米的路 我们稍等一下 会给大家着重介绍 好的那我们就演示如何刷机 第一步是解锁 如果你已经解锁 那这几步可以忽略直接到后面刷机 没有解锁的可以看 首先呢 在这里登录自己的小米账号 确保自己已经登录 第二步呢 打开设置 关于手机 找到全部参数 多次点击 一直点击这个MIUI版本 直到提示开发者模式已经开启 第三步大家注意 这一步需要你关掉无线网 插上卡用手机的流量 按照设置更多设置开发者选项调试 开启USB调试 找到装置解锁状态 就是找到这个页面之后 点击下面的绑定 SIM卡和小米账号第一次绑定 要等七天时间 别一直点 点一次就行了 七天之后 我们才可以继续下面的操作 您现在可以订阅我 订个闹钟 我们七天后再见 好的 我这里已经过去了七天了 你那你过去多久了 咱们打开小米的解锁工具 在博博客的上方 下载好解锁工具后 先要解压这个解锁工具 登录你手机上的小米账号 登录同一个 第一步我们就不操作了 第一步就是我们前几天上几步操作的 从第二步开始 手机上进入Fastboot模式 关机后稍等一会 之后同时按住开机键和音量下键 然后就进入这个Fastboot这个模式 现在打开你的手机 连上数据线 现在手机已经连接到电脑上 这里显示已经连接 点击解锁 确认解锁 再点一次解锁 再点一次确认解锁 开始解锁 手机上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变化 显示已经99%了 重启手机 重启成功 正在重启手机 开始刷机 下载刷机工具 下载RAM 然后开始刷机 刷机工具在这里 你直接下载 我们主要讲解一下这个RAM 下载哪一个 点击这里跳转 这里一定要全程翻墙 否则是不能下载的 比如我的手机是红米K40 我就在这输入红米K40 红米也叫Poco 也叫这个 大家注意 点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版本 这个是国行的 这个是俄罗斯的 咱们要找欧版的EEA 这个是台版的 土耳其的 这个是全球版 这个是欧版EEA 然后咱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它这里有好多不同的版本 它这个是基于这个开发的 如果你不习惯用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 它这个是基于这个开发的 我就用它的最新版本吧 然后点击这里开始下载 点一下就开始下载 我已经下载过了 就不给大家演示下载了 下载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刷机了 返回我的博客 下载ROM之后要解压 把这个文件解压 然后咱们打开官方的刷机工具 开始操作 这里一定要选择全部删除 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再给大家演示刷机过程 手机按住这两个键 同时按住 然后进入Fastboot模式 进入Fastboot模式 然后电脑上打开刷机工具 找到刷机工具 打开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把这里选择 全部删除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选全部删除 插上数据线 然后点击加载设备 驱动更新一下 安装一下驱动 安装完毕 加载一下设备 好加载出来了 然后选择下载好的ROM EAO版的系统 就是这个EA 选择这个 然后确定 确定之后就可以点击开始刷机 点这个开始刷机就可以了 刷机过程大概会持续10分钟左右 好了 现在电脑上已经显示完毕 这里显示错误 但是不影响 现在来手机上操作 点下一步 选择简体中文继续 选择香港继续 然后这里 选择继续 这里继续 这里选跳过 我选择都关闭吧 接受这里跳过 全部关闭 全部关闭 然后选择推荐的这个字体 继续 显示系统准备中 好设置完毕 现在准备系统中 试用一下 谷歌全家桶 很湿滑 很湿滑 关于手机 刷的是官方版EU系统 特别好用 EA版有一些bug 但是我会在下一期的视频中 为大家解决这些bug 像用FC不能用 我就教大家 怎样可以使用人FC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订阅我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下期给大家演示 如何使用人FC 还有小米钱包等功能 让这个欧版系统没有缺点 跟这教程一步步来 很简单 如果您感觉有用 请订阅我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